引電源基因的定序和防重案 圓山飯店案跟點點幼兒園 是相關傳播鏈是相同的 並不屬於先前的逃機感染 或者是高雄港 雖然疫調發現 潛伏期14天內有南部高雄旅遊史 但是基因序列證實 是之前雙北傳染鏈的延伸 有新增一個序列定序的結果 就是這個細紙手搖引電的電源 19492在我們圖的 左下角這邊 那這個序列結果出來 是我們先前有這個雙北地區的防重 有這個防重案 有跟圓山飯店的一位家人 還有就是我們點點補習 不然點點幼兒園相關的這個傳播鏈 所以這個序列是相同的 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序列並不屬於逃機 也不屬於高雄港 雖然說先前我們這個疫調的時候 有發現說他在潛伏期的14天內 比較早的時候有南部高雄的這個旅遊史 不過現在至少證實就是說這個序列 還是在雙北這邊先前傳染鏈的延伸 只是說目前還沒有找到說 是跟這個防重案相關的這個個案 點點補習班對相關的個案 有什麼足跡重疊 或是流行病學相關聯的部分 不過大家如果還記得就是說 我們的防重案事實上先前公布過的足跡 事實上也有到細紙的 那我們這位個案他事實上活動的範圍 除了細紙之外也會到台北市的這個東區 還有南港等等這些地方 所以加上他可能工作的這個 手要飲店還是會有很多一些 這個客人是從各地來的 所以相關的一些疫調都還要再繼續進行 只是說用這個序列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序列是雙北之幾先前傳播鏈的一個延續 所以應該比較不是跟桃園這邊 或者是高雄這邊延伸過來的傳播鏈有關 來的